我是戴以礼班的老师 我跟侯文老师还有雀铭老师一起负责 大概国小的一到三年级的孩子 那君王之子培育中心是牧师领受的意义象 那两年半前我就来到君王之子服侍了 其实那时候并不太明白那个当众的意义 但如今我能够明白 而且我相信这个是神呼召牧师所要做的事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君王 而且他是得胜的君王 毋庸置疑我们都是君王之子 在这个世代 我们要承认我们孩子面对很多挑战 还有诱惑 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导上 我们真的遇到很多的困难跟瓶颈 那透过君王之子的培育中心 我们就是让孩子浸泡在那个真理当中 那学习 就是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 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胜的生活 那这个可以使孩子在面对挑战 还有诱惑的时候 他们就会像耶稣一样有那个得胜的能力 所以不论是在三西成品那个成瘾上面的得胜 在人际关系上的得胜 在情绪上的控制的得胜 还有在面对困难挫折上的得胜等等的 这个都是父母所引颈期盼在孩子身上看到的 大家同意吗 对 其实我们在整个服饰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从一开始没办法很专心 甚至有时候还会跟老师 跟家长跟同学产生一些冲突 可是呢 我们就慢慢看到他们有很多的转变 他们愿意去调整自己 调整自己的心态 调整自己的行为 他们愿意专心在敬拜当中 但他们也会对他们自己过错去承认 甚至去道歉 真诚的道歉 但也会很主动来帮助其他需要的孩子 这是我们看到的 在上一周我有个好大的感动 因为我们上周是受洗 那我陪同这孩子一起跟秀龙老师做那个受洗约谈 有一个孩子他说 他想要受洗的原因是 希望自己跟没有受洗的人不一样 然后我们又再细问他 他就说 因为我希望祷告有权柄 祷告有力量 祷告蒙应允 对困难不放弃 感谢主 他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 感谢主 真的 真的不要小看孩子年轻 真理已经在孩子身上 已经杂根并萌芽了 我相信在他未来人生路上 他要过得胜的生活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见证 我们看到好多的价值 所以我们很愿意委身在君王之子服侍 服侍没有不辛苦 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因为圣灵会与我们同工 与我们同在 他会带领我们跟孩子一起明白 还有进入真理当中 所以我们老师跟孩子 还有家长 其实都是在当中 一起被神来喂养来提升的 在路加福音18章16至17节 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断不能进去 感谢主 无论大人或小孩 你我 我们都是耶稣喜爱的小孩 我们要一起承受神国的丰盛 耶稣也不断的劝民 我们要回展像孩子一般 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因此我邀请大家 不仅把孩子带来君王之子 我真的也非常的 就是真挚的邀请弟兄姐妹 若有感动 加入我们老师的行列 我们一起在当中 我们要看到 神奇妙的作为在孩子的身上 谢谢弟兄姐妹 阿们